各縣市都有中正路 臺中霧峰有藝術工作者 就提議把霧峰區的中正路 改為縣唐路 緬懷霧峰林家 林縣唐對當地的貢獻 而市府就表示 道路改名影響範圍廣大 將會先瞭解地方的意願 臺中霧峰區的中正路 不僅是貫穿市區的主要道路 還連結的前身是臺灣省議會的 民主議政園區 以及霧峰林家公保地園區 堪稱當地的交通命脈 而有藝術工作者提議 應該將現行的中正路 改名叫做縣唐路 黃岐文認為 霧峰林家林縣唐 在教育文化以及社會領域 有很大的貢獻 如果將中正路改為縣唐路 不僅有紀念價值 也見證霧峰的文史發展 而究竟該不該改名 民眾也有不同看法 我覺得還好 對 還好 因為畢竟那個年代久遠 蓋了一些後世的康徽很多 而有里長表示 霧峰區中正路從草湖橋到烏溪橋 串聯當地九個里 該不該更名應該廣納居民的意見 而林縣唐雖然是對當地有貢獻的人物 但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紀念 為此改名可能付出很大的社會成本 台中師傅表示 目前涉及在霧峰區中正路的 估計有四千多戶 人數將請一萬人 一旦改名簽譯法動全身 將會先瞭解地方意願之後再討論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台中報導